慢慢的这么往它拉里头能有拉丝 今天做的是炸糖糕来 用心做好菜吃出健康来 这是大黄米磨的面 一斤面放里五两六的水 把这个面过湿乎乎的 然后呢下锅一蒸就可以了 你转一个团 那么你打就开了啊 这就行 把这个剃肤子多蘸水 现在呢把这个黄米面打到里面一蒸 放笼蒸20分钟就可以 然后呢再上个笼 咱们呢把这个锅谱蒸一下 其目的呢让这个糖下更好吃 带着果香味更好 像圆气的蒜两分钟 朋友们咱看一下啊 这个就好了 这得继续蒸啊 这个两分钟 要呢就是稍软一点啊 别太硬 换住白糖 四两 白面 50克 20克黑芝麻 味道呢 香味能样的除了啊 用这个小碗这么擀一下 这都已经够碎了 看有的都碎了啊 我捕呢 先切成丝 再切成小丁 包的时候咱们再拌 看一下嘛 看一下啊 正好20分钟 凉到三分钟 用手 蘸一下水 这样 把它这个揉的细发的才好 看看这么一折 往起 一丁 然后呢 一看 光溜的面 这就可以了 然后呢 上面 抹上点油 哎 下面 抹到上面 松弛个四五分钟 时间到 五分钟 把面板上 抹上点油 劲儿小一点 不要太大 再抹上点油 这个饼的大小 咱们就随意了啊 你觉得多大 好 咱们就自己确定 别太大啊 拿过来 一个面劲儿 这样 看 这里呢 就是黄米面啊 蘸着黄米面 用手 捏一下 圆圈 圆圈薄 中间厚的皮 捏个皮就行 这样 再蘸一下面 别干手啊 把糖馅 家里 把这个 红绿丁 家里 用手指 这么样 一样 这就一个窝 手呢 还是这个形状 手这个形状啊 往里一放啊 你这么一样 就成个碗形了 是吧 这回呢 你就可以随便捏纸 它也不粘手啊 啊 这就完活 收口了 手上再蘸点面粉啊 看哪没捏好 你再捏一捏 都行 然后 两面 都给它蘸上粉 看 这么压一下 这边厚 这边再压 压薄 薄得溜的啊 别把馅露出来就可以 大小呢 让它均匀啊 非常简单的活吗 是吧 碗子一放啊 各套大小都一样才好 压上油 豆油 豆油炸啊 它效果最好 可以吗 听一下啊 刚有点声音就可以 也就是五成热 现在呢 咱们开始往锅里下 温度呢 不宜过高啊 现在呢 咱们可以关掉火 根据自己的需要 炸至的脆一点 炸的时间长一点 温度别太高 看见吗 看啊 这个颜色就可以了 金黄色 这个不是 带红的那种啊 带红的那种呢 面皮里少加一点糖 色泽红的那种啊 色泽金黄 入口酥脆才好 啊 你听 声音啊 这么慢慢的这么 往它拉 里头能有拉丝 啊 这个才好啊 就叫说明咋个年 在老家呢 你就这么炸 叫炸糖糕 根据里面的馅命名 如果呢 里面放豆馅 叫油炸糕啊 一个地方 一个命名方法啊 要想 这个颜色 比这个再好看一点 把这个面皮里面 加上半两糖 炸的时候 啪 上了 金红色的 那个颜色 也不错啊 但呢 咱们的家做 就是怎么做吧 能好吃 还能快 能上上手 这是关键 好了 今天呢 这道主食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有什么需要的话呢 在我最新视频下方留言 谢谢诸位观看 咱们 感谢观看